相圈装好之后呢 我们就来测试一下这个状态 遥控器的没有开关 你随便按一个开关的按键 它都会打开 现在介绍一下遥控器的按键的功能 一共是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按键 这个是震动 点击滴滴声 请注意一和二是通道 如果我们配对在一上面 那么如果是一拖一的话 一直都要使用这个一 如果你不小心换到了二 那你这个接收器将会接收不到信号 那请换到一上面来 好 这个灯呢一直在闪 我特意找了一个跨没有电的状态的接收器 这没有电的状态 低电量 只是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这个灯啊 只是灯它会快闪 然后配对 出厂的时候已经配好对了 但是我们这个没有配对 配对但是 首先长按这个开关键三秒钟 听到低声以后啊 再按震动 好 马上配对 配对成功了 配对成功之后呢 可以按一下震动 震动呢 可以调一二三四五 震动 五档 这是有的啊 然后呢 再测试一下电机 电机功能 这两个导电柱啊 虽然说它是焦的啊 灰焦的 但是它是导电的 它实际上是导电的啊 我们看一下 不需要把它扯了 这类的啊 测试电机要用到这个导电柱 跟这个测试灯要完全接触 好 我们试一下 试一下 按这个电机 好 这个灯亮了 同样也可以调一二三四五 零是没有输出的啊 注意 一定要是一二三四五上面啊 这个灯起来 就要的是 用火箱的 切的 到 芥末